第一分鐘我想說,從裸官不得擔任正職,到裸官不得提分,再到裸官不可以在敏感部門上任職,現在終於輪到不能夠做領導了。 這一步步的前進,雖然動作不算快,但畢竟是進步了,並且都是有實質性意義的,因為它約束的範圍顯然更加大,應該給個讚它。 當然,裸官問題會不會就此徹底解決呢?可能不容易,畢竟目前的規定仍然有局限性。 例如說,新的條例當中,計劃提任領導幹部的要如實報告,個人房產,投資,配偶,子女從業情況,並且在一定的範圍內公開。 這個一定範圍內,就好像內人尋味了。另外,從反復的角度看,裸官和腐敗是有著千絲萬流的聯繫, 因為,就算不擔任領導職務,只要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約束,非領導的裸官,都還是有可能貪腐的。 所以,對於裸官,除了規範,還要有更加切實的舉措。 我將反復陣地推到海外,如果力度夠強的話,裸官的腐敗便利,將會不復存在。 往來和海外相關齊下,就有望達到這個目標,就是反復行動,無遠佛界。 就算官員,了無牽掛,身在海外,亦都要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。 好了,今天就講到這裏。 應該以來,你沒有做幾個字的名字。 在文章前裏。 然後,我還是要用你做十四個字。 我還是要去做這個。 我還是會做我的好文章。 我還是要做了我的呢,我還是要做過什麼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